看看用巧克力的水稻和不用巧克力的水稻的区别 左边是用巧克力的 看看这大碎子 看看这金黄的粒 金黄色 紫粒饱满 基本没有碎经纹,没有病害 看看右边的,没用巧克力的水稻 倒浮了 颜色是浅黄色的 叶片是浅绿色 左边那个树是用巧克力的 右边那是没用的 左边那个树,粒树特别多 右边的稀稀拉拉的 左边的碎的也长 紫粒饱满 这里多多少粒啊 左边的杆特别粗 右边的特别细 区别大不?